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的帮助是怎样的 我用无恙来讲 我再讲一遍 神的帮助是怎样的 请大家确认 神的帮助无恙 大卫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着 他用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赞美他 对不对 大卫是这样讲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认为神的帮助 你饥饿的时候 缺乏的时候 你工作很忙的时候 不能胜任的 上帝是怎么帮助你 现在哪里帮助你 你的心灵的扶持 这是第一最重要的 他用笑脸 原文是这样 by his countenance he helped me by his countenance 对不对 所以 为什么上帝说 为什么不是用我的手来救你 因为 你已经在我的保护里了 但是你急嘛 你急对不对 所以 用笑脸 用我的表情 上帝爱你的表情 凡是掌权的表情 安然的表情 看你 对不对 叫你的心 能够喜乐 赞美他 所以我发现 上帝最美的帮助 是你一祷告 就很多人说 我的心平安了 这个就是上帝用笑脸帮助你 你们知道吗 你不管经过怎样的痛苦 你身上有cancel还是什么 上帝一用笑脸帮助你 哎呀cancel而已嘛 对不对 反正我有永生 对不对 马上的 马上你的心灵被扶持的 马上你不会受到 医生讲什么 谁讲什么 主 我的身体在你手中 所以 第一个帮助 是心灵的帮助 阿们 心灵的扶持 每个人要得着 所以保罗说什么 我为基督的缘故 以困苦 以疾难 以软弱 为可喜乐的 我什么时候软弱 我进到至圣所里面 主扶持我 我什么时候刚讲 有没有发现 其实都是讲心灵里面的东西 神的话都是讲心灵的 你如果除掉心灵那个部分 然后求有些物质的东西 现象的东西快点出现 你马上是进到宗教里面 因为神掌管万有 连你的气息都掌管 但是 祂是用你的心灵 因为天国就在你的心 跟你的心灵说话 接着你的心灵连接于宝座 依靠祂的事情 所以主最看重我们圣民的心灵 保罗说 常常喜乐 我再说 喜乐 因为主 凡事都能 第二个帮助 心灵帮助了 帮助什么 帮助我们 教我们走异路 有没有 在哪里 诗篇二十三篇 主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你的名 引导我走异路 很多时候 我们在忧难 忙乱当中 不能胜任的是 忧心的时候 我们一直求结果 对不对 我跟弟兄姐妹说 我在我的信仰三十年里面 我真的发现 主啊 我最感恩的 第一是 你保守我的心平安 第二是什么 你教我在软弱的时候 我的眼睛 我的口 我的耳朵 不犯罪 各位 你挤起来的时候 你看 你的嘴巴出来的话 好像机关枪 旁边的人 全部被射死 都是 没有帮我 什么的 一大堆东西 对不对 那你的怨气 全部出来 很多时候 然后呢 你心里面 很不满足的时候 你眼睛就犯罪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就是耳朵听 不应该听的东西 嘴巴向人 就是回应 很多血气的话 各位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的感谢主啊 如果你看到 你的生活当中 遇到有一些难处 很不如意 不理想的 一般人都会 埋怨的事情的时候 你心里面是 被保守了 然后感谢的话 会讲出来 感谢主 我看到我们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 一句咒诅的人的话 没有 保罗他在困苦 急难 软弱当中 埋怨的话 没有讲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埋怨 对不对 上帝 真的是 跟一个人 同在的时候 他扶持他的心灵 保守他的眼睛 他的口舌 就是在那个时候 仍然赞美 他的上帝 而且这个不是 你故意做出来的 这是你 看到主 扶持你的心 就做出来的 请弟兄姐妹 这个 各位要经历 特别要经历 尤其是你肉体 一软弱的时候 彼得肉体 很疲累 很软弱的时候 人家一来抓耶稣的时候 他的刀就出来了 对不对 很多时候 各位的刀在哪里 在嘴巴 对不对 各位的舌头是刀来的 这个会出来的 有些人 很stress的时候 眼睛就天天 就找 有些乐趣 有些pornography 这些东西 这是你会知道的 仇敌 属灵的伟人 祷告的人 不是单单 面对那个环境的患难 祷告的人 是知道 这个环境的患难里面 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仇敌 每次在那个环境 不如意的时候 要叫我犯罪的 那个撒旦的工作 对不对 属灵的人看到这个 人主帮助我们 然后第三什么 神的帮助是 一定是显明 祂的旨意 所以一步一步 向我们显明 祂的旨意 所以祂的旨意 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有时候 我们绞尽脑汁的时候 都想不到 但是一撒那间 我们靠主当入 一撒那间 想起了 一秒钟想不起 一秒钟后想 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 好像 我也弄到脚的时候 我也不是马上 想去看医生 我是 哎呀 就休息了 就这样想 然后 我就 昨天也讲到 我也很忙 然后我就 忽然一个意念来 你去看医生 看看一下子 抽个时间 半小时 我就去吧 去的时候 刚好 最后一天开了 刚好 就是那个时段 很奇妙的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其实 我们 头脑太好的人 很多时候 我们先想很多东西 策划 安排 其实有很多时候 主的帮助是这样 并不是叫各位 不要策划 安排 有时候 你要讲很多话 但是现在 什么是最重要的话 最重要 所以如果你叫你的孩子来 我现在爸爸要教训你们 你跟他讲很多话 123456789 哪一句话最重要 所以你讲完了 你很喘 他也很累 对不对 那 伊撒纳间 有一个意念 你就讲这句就好 这句很慎重的跟他讲 他听了 明白了 会做得到 所以很多时候 圣灵的帮助是 我们真的慢一秒 等候主 要查验他的美意 先不要靠自己的经验 这样 圣灵给 放在你心中的 常常祷告的人会知道的 这个意念一来 意念一来 对不对 你做 然后下面你看到 神就开路 那你就知道 这是主的帮助了 有没有见证 这个要见证的 要确认的 没有确认就是信仰 神帮助我 但是还是很苦 这样不行 这样的人 不会喜欢祷告 还有第四是什么 第四种帮助就是 那你行了主的旨意之后 主说你还要等候 那等什么 主叫你忍耐 患难中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愧 因为圣灵必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中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 这个就是 很奇妙的 很奇妙的 祷告了 依靠了 但是呢 在忍耐的过程 老恋 这个corrector 生出来 然后心里面有盼望 盼望在于主 盼望不在于结果了 很奇妙的 慢慢你的心里的力量 就刚强起来 然后你就能承受 很多压力 生活当中 你能够承受 人的指责 有时候冷言冷语 牧养当中 有能够承受 弟兄姐妹的 一些软弱 很多能够 承受力能够出来了 各位 这是 为什么 要上帝要这个 因为我们 我们是一个器皿 你这个器皿的容量要大 上帝才能把 更多的东西 导给你 对不对 上帝才能 更多的使用你 所以好像火 烧一个器皿 对不对 忍耐 生劳炼 生盼望 这样的人服侍主的时候 不跌倒的 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主的帮助 我信仰 真的是三十年里面 我听过很多的道 我每次就听到 牧师 上帝帮助我们 上帝帮助我们 然后弟兄姐妹 一直呼喊 上帝帮助我们 哈利路亚 然后出去之后 哪里有帮助 全部都是靠自己 这样 所以不是 不是打起勇气的 你的心灵的眼睛要看见的 见证的道德 你们明白吗 不是给自己壮胆 打自己的胸口 主得胜了 然后等一下发脾气 不是这个 主保守我的走意路 对不对 然后最后是什么 最后主说什么 主必定搭救我们 从一切的凶恶 搭救我们 这个经文在哪里 使徒保罗 提摩太后 最后说的 对不对 他受审讯的时候 主站在他的旁 叫他刚强 为主做见证 主从狮子的口 拯救他 然后他最后说什么 主必搭救我们 教我们从一切猪般的凶恶 搭救我们 使我们平平安安的 进到他的永国里面去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上帝有没有 从我们的问题 搭救我们 会的 也会的 工作上 人际关系上 经济上 各方面 主会搭救的 但是 当这个搭救 最后来到的时候 你的心灵里面 你已经越过那个问题了 主啊 这个问题来了 让我经历了 你丰盛的恩惠 在我心灵里面 使我刚强 然后之后 就拿走了 这个病拿走了 这个难处拿走了 但是主啊 我得的是一个切据 主啊 我这一生 什么都不怕 因为主会保守我的信心 甚至我离开世界 那个时刻 也是我会平安的 会平平安安的 带到你的永国里面去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 我们信仰里面 看到神的帮助 生命得益子 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余 或缺乏 随时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的心能够喜乐 被保护 不被塑造 不被环境塑造 感谢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